没有问题 他们问题大了去了 他们哪里有那么相爱 你们俩的上一段恋情 都是一地恋 对吧 对 因为寂寞而错爱 迟早会因为错爱 而更加寂寞 你们没有真正地认识到 你们上一段恋情的问题 迅速地走入了下一段恋情 你们之所以会把 你们彼此和上一段的 对方去比较 这是你们自私的一面 你们想找一个比 上一个更好的 而没有意识到 在上一段恋情当中 自己的不足 一个人要是老不照镜子 老只是要求对方 你只会越找越差 因为自己的不好 没有得到改变 而老是要求别人 热恋的时候 是看着对方的优点在甜蜜 热恋褪去 是跟着对方的缺点在过日子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但是你们俩都很自我 你们俩抱着天涯和初五方草的想法 我总能找到比前任更好的 而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在哪里 那你怎么可能找到更好的吗 每个人对自己恋情最好的方式 就是结束了之后 我们要懂得反省 我们要复盘 我们才能更好地走入下一段恋情 所以我觉得此时此刻 你们最好是把上一段和这一段 都复盘一下 从自我反省做起 既是对对方负责 也是对自己负责 就这样